封北大儿童上街去今年是第五届了 这是将道路空间翻转成社区所有居民 带着孩子来游戏的大型社交群聚活动 发起人李玉华说 因为今年要为封北大儿童上街去 五岁生日庆生 因此还特别请来了 来自日本以及全台游戏好伙伴一起来参加 今年封北大很幸运的可以办到第五年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小朋友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过生日 不管是自己的生日或者是朋友的生日 大家都会当做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年有一个开玩仪式跟往年一样 那会有一个大惊喜 就是所有的小朋友一起来帮封北大儿童上街去庆生 然后我们也会有特别来宾一起来过这个生日party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很热闹的 祝封北大儿童上街去五岁生日快乐 这样子的开玩活动 希望所有小朋友大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庆生 全台游戏好伙伴齐聚 带来每个县市不同的好玩游戏 主办单位跟架设儿童参与室互动背板 街舞可以battle 街头游戏更可以battle 希望参加的小朋友全部玩完后 投票选出最喜欢什么游戏 让最喜欢的游戏来陪伴自己长大 这次会请到了宜兰的新竹的台中的台南的屏东的好朋友一起来 大家就带来各种不同的游戏 然后也会有请到日本的好朋友 那他们带来的就是刚刚我们协会理事长提到的冒险游戏 那冒险游戏其实在北大社区我们办过很多活动了 就是快闪的冒险游戏啊 或是在大西的一个农园有办过类似冒险游戏的工作方好几次 但这一次我们请到了日本的好朋友跟我们一起玩 然后来看看说日本在地大概还要300座的冒险游戏场到底是什么样子 而今年风露游戏进行的同时 独立纪录片导演崇江两树 也带来一部以日本大东京地区神奈川县传奇市 川崎市儿童梦想公园为背景的儿童梦想公园冒险游戏场时光纪录片 与大家分享 我们这一次因为主轴是除了庆身之外啊 还有要推广一个冒险游戏的概念 所以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冒险游戏的概念是什么 所以我们办了工作方让大家实际的玩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日本有一位导演 他拍了冒险游戏场实验教育的一个纪录片要给大家免费看 所以大家如果身边如果没有小孩啊 或者是也没有很想在大一路跟所有小朋友一起玩的全身试试啊 都是演料的话 可以到北大高中四楼的演艺厅一起来看这个纪录片 丰北大儿童上街区活动纪念游戏主题 各方好友来手揪 郎郎一起来去投 9月14号星期六上午11点开始 在北大高中前的大一路丰街举行 欢迎热爱游戏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各方好友来手揪 人人一起来去投 9月14号星期六 丰北大儿童上街区来背头咯 中间新闻 这里齐坤沈静华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